今天我們來到平倦爬山 沒錯,我們爬的就是這座南台沃佛山 在我身後這一棵是鹿油樹 剛才我們搭車上這座山時 有一位老婆婆和我們同一班車 當然她不是遊客 她是在這裏居住的一位原住民 而這棵油樹亦跟老婆婆家族有一定關係 據聞是她的先生,她的先生七十多歲 她的先生爺爺當年是種下來的這棵油樹 到現在這棵油樹就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剛才我們也看到上面還有很多果實 整棵樹非常之大 我們看到也掛滿了很多許願條 我們所說的幼,幼,幼,幼子 和保佑的幼,其實在普通話是同音 所以很多人來這裏許願 現在是步步驚深 這個就是佛首 我現在走到這裏已經有少許腳震了 我現在走到這裏已經有少許腳震了 哇,好厲害 有些畏高的感覺 這裏就是南台俄佛山其中一個景點 就是佛首,佛首,前面可以看到整個平圓圓 我先拍照,等會插在視頻那裏 先插一下,一眼都看了 好,我現在下來了,今天很冷,很大風 好,大家看到這裏,藍色鋼扣的東西到底是甚麼來的呢 因為前面就是一片的懸崖來的 這個其實就是懸崖蕩秋千 我們見到有三個秋千在這裏 不過都很穩陣的 除了有一條很長的鋼索 吊著一張椅子之外 還有兩條鋼管吊著一張椅子 並且有一些好像過山車那樣的環 當你坐上去之後就可以扣著 設置這個安全帶 感覺上都很穩陣的 不過你叫我玩呢,我還是不會玩的 現在我這個位置其實就是看這個 南台的臥佛山的佛頭 這個就是最正的一個位置 而其實我們整座山一起看 整個臥佛一樣 其實它還有局部的細節 例如那個位置是不是好像一本書一樣 那個我們稱之為天書 另外在天書腳下 我們見到有一些文房在這裏 真的有原住民在這裏居住 證明這座山其實就是 一路都相當之有生活氣息 可以說這次來到平原 來到這裏參觀都是大開眼界的 南台俄佛山 它的景區是位於平原縣的石正鎮 石正鎮也有高速出口 來到這裏頗方便的 而它的佛頭和佛身都是在廣東省境內的 佛腳就叉進去江西的尋沽縣 都頗值得來逛一逛的 在這裏領方便是在廣東省境內的 佛腳就叉進去江西的尋沾